今天出啥事的呢 全都是大事 首先兄弟们 咱还是主讲中东 因为中东现在全 就是牵一发而动全世界的全身 我跟你说 那就是中书大命脉呀 今天我跟你说 整个中东来一个大换血 有人说咋回事的 兄弟们咱先说啊 要说中东谁是大哥 非沙特莫属 同不同意 老体们你们同意过 扣博同意俩字 好不好 如果你们没有意义兄弟们 我就往下讲了 家人们今天 号称中东扛霸的大哥的沙特 终于醒悟了 干了个什么事呢 直接开始对老美 搭起了反攻战 这个反攻战是在政治 以及经济上 首先人家先是加入到了 咱家的龙国的货币清算系统 厉害吧 紧接着啊 直接终止了美国跟沙特 签了一半了的那个安全协议 啊 美国当时蒙圈了 说妈呀 这个和草稿不得签网 那么咋还终止呢 这下蒙了 兄弟们什么概念啊 这个安全协议一咔嚓 现在加入到龙国的货币清算体系 就意味着什么呢 石油美元的神话即将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 兄弟们 沙特这次为啥敢对美国这么高 兄弟们你可别忘了啊 有两件事啊 有人说沙特跟他好不应该的吗 那可不是家儿吗 我们一直在说沙特不会导向完全导向我们这边有情可原呢 我们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美国武器现在是部署在沙特的 沙特百分之多少的武器还是买着人家美国的 而且你别忘了 在沙特境内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你敢这么搞吗 沙特是咋的了 啊 受谁的鼓舞的呢 今天这是第一个话题 那么第二个话题什么呢 就是跟这个连带啊 沙特一停止这个安全协议 美国最最最最最核心的利益直接出动了 就是美元 于是乎美国终于忍不住了 终于是坐不住了 因为宅的神经了 所以怎么办呢 今天兄弟们 数万美军紧急调集中东 往中东部署 什么约旦呢 巴林呢 阿曼呢 伊拉克呀 这些中东美军基地 直接进入到战备状态 就这么大的动作 我一点没滥悬 我也没吹 我也没黑 支持大家全网搜新闻啊 这么大动作 兄弟们什么概念 美国下不下场 哎 像你们觉得美国会下场过 扣扣一 觉得美国不会下场的人 过扣扣二 无一无就说沙特王鼠小心了 哎呀 咱俩想一起去了 小萨拉曼我跟你说啊 必须得小心 最近一段时间 真事 上一个是卡大佐呀 是不是啊 来这是第二个事 那么第三个事 加什么 虽然也不属了 这边沙特也给下了套了 美军彻底飞飞了 怎么个事呢 今天让又让人给干了 啊 在这个红海这个地方呢 直接让人给干了 兄弟们来你们猜 咱不再不再看咱直播间题目的啊 不再看的咱说好了 一万九千人 咱不但看咱那咱那个那个题目的 你就猜今天美军在红海 让谁给干了 家门我不说 如果你们不看新闻 你又我跟你说 你脑瓜子 你想冒烟的了 你都想不出来 让谁给干了 家门 今天堂堂美军呢 让谁干了 来 不能看题目啊 谁看题目 我跟你说 不会谁好了啊 你们猜谁 骂呀 有人说伊朗吗 你看这伊朗的这哥们诚实啊 肯定没看题目 你看嘛 哎呀妈 你们太能了 索马里海盗 直接让海盗给吐吐了 哎呀哇 然后有人说这海盗从哪来的武器呢 家门你们猜一猜 来这个你们猜一猜 海盗从哪来的武器 哎你别忘了啊 人俄罗斯说了 说谁干我 我就给那个美国的体队防 我就提供武器 所以按道理来说啊 俄罗斯是给索马里提供武器的大哥 提供啥了 3000吨的军舰 海盗直接转为海军了 哈哈 为了能拿到更多的武器啊 索马里对这个美西方国家军舰 还有获船 那听光四五六的 我跟你说 那不亚于正规军呢 那家伙打起来老豆了 完了呢 也门啊 加上索马里 这次可把那个美军航母给干 都干洗碎啊 能不能干成 今天咱来聊一聊啊 这第三个话题 第四个话题 家门 美国家门 现在是终于忍不住了 不仅下场 要干死内塔尼亚湖 小湖的危险了 摆了个鸿门燕 爱要求 唱首歌咱们讲新闻了啊 能今天拜 喂 演员一段夜 你的脸像土出的眼圈 倒满一杯酒 你的脸像苹果般脚烟 我多么希望 你不曾离去 我多么希望 爱情再继续 我多么希望 希望能遇见你 我多么希望 我多么希望 能再遇见你 每当走过 每一条街道 我再爱照顺你 把电话 把电话 像土出的眼圈 像土出的眼圈 倒满一杯酒 你的脸像苹果般脚烟 我多么希望 你不曾离去 你不曾离去 我多么希望 爱情再继续 我多么希望 希望能遇见你 我多么希望 我多么希望 能再遇见你 每当走过 每一条街道 我再爱照顺你 好了啊 一百万了啊 行不行啊 哎 刚才谁送错一件了 太破费了 感谢家人们啊 谢谢你们了啊 好了啊 一首歌完事了 家人们啊 直接开始叮当四五六了 这个风格不太适合我 是不是 是不是在对口型 谁说的 叫号呢 谁说对口型呢 你们清唱一个 言言言 言我这找不到调 言人一张言 你的脸 像透出的眼圈 行了吧 这首都行的啊 叫号我就 我就喜欢叫 嗯呢 好了啊 非常不多说了啊 美国人搞一次金融 就能收割全世界 我们之前讲了 制造业是 重资产的行业链 修高铁挣不挣钱 其实不挣钱 修路这么 修桥这么挣钱 都是特别长期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像我们一样 能够为老百姓 能够为社会做这种事情 他们不愿意花这个钱 太费钱了 那都是长线经济 懂你的意思吗 倘若不搞宏观调控 就是运营周期 在运营周期 基本上就废了 但服务业 轻资产 回血快 一波 一轮波动 家人们 两头收割 很快就能满血复活 假如说美国依旧搞制造业立国 他真的敢轻易启动金融战当武器吗 敢搞全世界收割吗 但问题是 现在美国工业不行了 而且美元现在有点拉酷到屋的了 对不对 家人们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东方大国 美帝的这个这个谋略就成功了 可惜没有如果 对吧 因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眼看上就要失败 川普才跳出来 搞无差别的贸易战 看起来想玩孤立 想玩什么闭关锁 我笑死了 家人们 无非是全球化模式之下 美国的收入达不到预期目标了 要先桌子 不玩的 玩赖了 耍臭乎赖 人要重新洗牌了 重新开始玩 第一个话题什么呢 就是我们起的题目 今天我起题目的时候非常纠结 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 今天有三个大事 都可以当做题目来起 第一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英国破产了 家人们 你们敢相信吗 就是英国的新首相 公开宣布的 说英国政府已经破产了 赤字已经高达多少呢 是200亿英镑 兄弟们 200亿英镑 大约合计人民币是多少钱呢 1800多亿人民币 1800多亿人民币 可是问题来了 这哥们刚当上英国首相吧 应该不到一个月呢 我们都对他不熟悉呢 怎么就突然间宣布 就是英国政府破产了呢 背后有什么样的考虑 接下来要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一个国家破产重组 那可跟这个我们整个一个小市破产 那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事呢 有人说小事 小事它也是个破产的 是国家破产 反映出来很多大事啊 对不对 那么这是第一个事啊 英国 第二个事什么呢 家人们 就是实属我今天就是属实就觉得有点想不到 因为瓦格纳在咱们心里什么 什么一个形象 兄弟们 瓦格纳在咱们家心里什么形象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俄乌重途 一直在讲巴以啊非洲 我都离不开瓦格纳只要有俄罗斯摄影的地方就有瓦格纳的摄影 对不对啊 它是个雇佣军吗 但是雇佣兵团啊 但是兄弟们 在昨天啊 我跟大家提了嘴 我说瓦格纳在马里那边被干了 而且呢 挺惨的 呃 没有什么细节 今天很多细节都都都都都已经曝光了 家人们 真挺惨 就瓦格纳神话 有人说已经破灭了吗 大家都觉得瓦格纳出品必出精品 是不是大哥一出手就是有没有 但是他怎么被干的呢 而且在哪该被干的 在非洲 在马里 马里这哥们跟谁好 跟乌克兰好啊 说至少打死了150来个人 而且还俘虏了35个瓦格纳士兵 而且非常虐待 就看那个视频里面 我看见了啊 就是那个 就是使劲全身力气踢人的脑门的 光光踢 哎呀妈 就是在地上打滚啊 反正挺惨的 而且还勒索谁呢 勒索俄罗斯 说你交钱 你交书金 我放人 跟那谁学的啊 跟那俄罗斯国防部长学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次瓦格纳为啥被打得这么惨 俄罗斯会不会交书金 兄弟们 你们觉得会交的过扣布一 觉得不会交过扣布二 啊 另外老铁门还有一个大事 还有什么大事呢 我们说中东这个地方啊 肯定是不太平的 这我们都知道 打大仗呢 也肯定是知道的 但是中东有四个小霸王啊 谁呢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沙特 包括一个是伊朗 还有一个是土耳其 这三 这四个人呢 都自己想当大哥 对不对 尤其现在呢 就公认大哥是沙特嘛 但是土耳其是 土耳什么国家呢 是奥斯曼帝国 他一直想要 想要这个重建 奥斯曼帝国这个荣光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讲了 就巴以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 这四个哥们 肯定的一个一个接一个的 表态也好 专注也好 下场也好 对吧 尤其土耳其 就大争之士 如果他再不争一争 那做大哥这个美梦 那八百年都实现不了 所以说今天啊 老铁们 就是土耳其 这总统埃尔多安呢 是终于彻底疯了 就彻底是 就感觉 好像要 要有那个架势了 为什么呢 喊话了 说什么呢 要直接派兵 直接干到以色列 要参与到行动了 而且公开表达了 表示的说 如果土耳其的军事工业 要实力更强的话 那巴勒斯坦 就不会遭到 以色列的入侵 然后呢 以色列外长就发出警告了 说你拉屁岛吧 土耳其 你别在那巴巴 说你信不信 你行动 我就把土耳其 变成伊拉克 你想想萨兰姆是怎么死的 你要是干了 就把你干成萨兰姆 就给你干死 中东局势会不会变天 又有个大手的下场了 伊朗算是大手的 对不对 沙特最最现在的 没有国家级的行为 也没有说这么狠的放话 但第二个放存话 那是土耳其 这个万万没想到 对啊 这是第三个事了 第四个事 这个也是个大事 因为什么呢 今天也是乌乌扬扬 全部在报 也是整个的头版头条 全部是这个事 什么事呢 东亚峰会这个事 大家知道吧 东亚峰会 美国舔个脸来了 来开来了 而且还专门申请了 要跟咱家王大哥见一面 还要一对一的会谈 另外王大哥 在这个峰会上 那家麻不停蹄 非常忙 见这个 见那个 老多人排的见了 而且呢 我们这次非常强硬 真的在这个讲话当中 数十次的提到 就是美国怎么着 美国怎么着 原来是坚决不可以这么提的 那么家人们 咱们回这个跑题了 咱们回到正题啊 就这次他俩谈 谈上来 但能不能谈出什么结果 你们觉得能得给我扣帮 你觉得不能给我扣帮 另外美国专门找咱王大哥谈 有什么目的 对吧 那晚上世事晚上必有妖 我那狐狸肯定放不出好屁啊 对不对 所以说啊 美国到底什么目的 今天咱来聊聊 另外家人们啊 还有一个事 他算呢 他这个不疼不痒 不疼不痒的事 要跟大家讲讲 拜登不太甘心 呃 这时候谁也不太甘心呢 泽连斯基也不甘心 就这样咱们现在都 哎你出去之后 就会让人多看你两眼 就你跟人说话 人也开心 就包括咱家那个 这个大哥 包括叔叔也是一样的 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对不对家人们 就是你把你自己打的漂亮的 打的青年年轻轻的 然后你出去家人们 人家跟你说话 都得多说两句 都得问你怎么保养的 是不是家人们 确实是这样的啊 人靠衣装马靠完 这玩意没办法 泰国是我的 那都对对都都都不行 喝多 喝多之前我是世界的 喝多之后世界是我的 你这玩意 你看喝多少反正是 嗯 开壳了啊家人们 今天你们都关注什么事了 就是 我告诉你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事啊 就是叫苏甲 包括那个 就最近乌克兰 整整整过去了 五个旅的兵力 干人俄罗斯本土 什么二十公里啊 包括七七八八这些啊 短时间的结束不了的 有人说苏甲 这俄罗斯不是拉了吗 就这都干人家 还不结束呢 我告诉你家们 这次俄罗斯 颇有点什么意味 你们你们有没有看新闻的 就这次啊 俄罗斯把前线 乌东四周前线的部队 没动他 一个人都没动 然后他出动什么呢 就目前说乌克兰 已经入侵本土了 已经触发了 他动用那个 义务兵的那个 所有的条款和法律 所以说现在啊 就干过这九个旅啊 包括定当四五六 多少个人 都是义务兵啊 年轻 然后呢 对这些什么新兴的一些 包括技术啊 包括什么无人机啊 包括武器啊 有非常非常强的适应能力 但是呢 也有个弊端 他没有 他没有经验啊 没有一个老兵 没有经验啊 但是呢 有点什么意味 练兵的意味 有没有感觉到的 练兵啊 包括瓦克纳 整整整整体也过去了 车臣也是啊 也过去一帮人 反正现在里外里的 就是打的是 俄罗斯正规军的主力部队 还是在乌东四周的前线啊 然后还有就是伊朗这个事啊 家们这个有人说 伊朗到底什么时候干 能不能干 我告诉你家们 你们可以去看看论持久战 真的啊 今天我听一个人讲的特别牛啊 论持久战 就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 你什么时候下场 包括你怎么下场 你是要研究的 这不是说你 你说打就能打 你说定到四五六 就能定到四五六的 昨天我讲了 定到四五六之后 你得考虑 第一个你的纵身问题 对不对啊 第一个你的防守问题 第二个你的攻击能力问题 你能不能承受得住 生命可承受的承受之轻 和承受之重 对不对啊 然后阿三这两天被干了 你们知道吗 在克什米尔地区啊 啊 死了俩人 有人知道吗 这个事 完了 今天还有个搞笑的事啊 呃 野门被干了 野门是被美军空袭了 叫卡马兰岛 啊 这个事都无所谓 但是谁把他干了呢 沙大虎 沙特 沙实力把他给干了 干的是野门的 那个那个叫 撒打手 这个事老有意思了 家们 你们记不记得前两天 那一海亚都说了说 他们在雅丁湾又多架无人机 干了大漂亮的有一个驱逐舰 然后用导弹驱逐舰又干了一个大漂亮的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布丁什么玩意儿呢 又干了一个驱逐舰 然后他还强调了说这两个大漂亮军舰呢 正在想办法的穿过雅丁湾 然后到红海的北部 目的就是保护以色列 完了这一边的胡萨武装说了 你也别嘚瑟了 我现在对全世界公布 说我就成功命中了 然后这两天 沙大虎啊 直接就出手了 直接干了野门 原因是啥呢 就有小道消息分析啊 这玩意儿就这俩哥们商量好的 因为美国现在突然间 对沙特解禁了 啊就是我 我不限制去买武器了 你随便买 啊于是就迫使嘛 迫使沙特 就是跟美国的 就是那些 呃像什么约旦啊 以色列啊 啊站在一起 包括今天美国的两架 B1 战略轰炸机 直接干到了B2B1来着 干到了约旦 还有一个事儿 咱家有个是 是什么舰的 052D吗 有一个军舰 你知道现在在哪儿的吗 我看一下啊 有一个军舰 我忘了叫啥了 把北 绕着北约 叮当四五六干了一圈 溜的一圈啊 家人们 看看啊 052D 交作件 绕着北约走了一圈 吓得呀 那老鹰的 啊 小法的 那汉毛的直立啊 溜的一大圈 整个包着他们 溜了一大圈 废话不多说 今天直接开始喝啊 按道理来说呢 这两天其实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在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俄乌 一个地方是巴义 包括说今天呢 小胡那边直接蒙了 让咱都蒙了啊 直接单方面宣布 说要停 就架杀不干了 啊 说停止行动了 理由是什么呢 说哈马斯已经解决完了 啊 全都杀完了 哎呦 我老厉害了 那问题什么呢 就是咱脚不瞎 只要长眼都知道 那哈马斯不在那呢 那杀不光啊 那那杀为啥呀 对不对啊 为啥要用这个理由呢 是以色列打不动了 还是咋的 他有别的去 这个这个这个计谋啊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事这样呢 嗯 今天大事 让我觉得 我看萌了 反正是 昨天晚上大半夜 三点来钟吧 啊 这个事就出来了 当时我觉得 我我我觉得是骗人的 我我一顿搜 什么事呢 莫斯科 遭遇到 有史以来 建国以来 最大规模的无人机 偷袭 袭击 十几架无人机 直接直不冷腾 就干到市区了 那莫斯科 那人都下下下下毛了 同时呢 说F16 啊 首次进入到库尔斯克空域 连续出手 再炸的俄罗斯三座桥 本来炸了两座的 这什么情况下呢 这乌克兰嘎呢 这逼得普达迪用核武器的吗 这不是啊 对不对 这是第二事 第三个事 这个黎巴嫩呢 和伊朗联手 这不是昨天吗 定当四五六 干了个篮高地吗 乙军全程被动挨打 四个基地 三个定义点 啊 还有雷达全都给干 干炸炸碎了 关键时刻 乙军再次发起了一次斩首行动 这次干死的是谁呢 是一个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 那么这一下把真主党给干几眼了 真主党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别忘了兄弟们 现在真主党的无人机随便出入以色列呀 真主党有一个隧道可以直接干到以色列呀 对吧 侦查无人机把小胡的旁边的七七八八的什么防空武器 包括他家几个洞都知道了 你还敢这么干人家指挥官 你是真找死了 这是第三个话题 第四个话题啊 哈梅斯沃尔那一个紧急宣布 说要重组伊朗的内阁 哎 与此同时呢 伊朗有一家媒体突然间报道 说 呃 那个叫啥来的 莱希的死啊 就是个意外 美西方媒体抓紧时间 就跟着这波风炒作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意外 还是伊朗故意的 是伊朗的媒体报的 啊 不是美国的媒体 不是西方媒体 伊朗媒体报的 说莱希的死就是个意外 这是什么概念 是伊朗是在暗示自己不打了 还说伊朗怎么怎么着 故意的计谋呢 另外老体们 伊拉克好像反水了 伊拉克突然间不太给美军压力了 喊话说 美军撤出伊拉克的事不着急了 这是什么情况 伊拉克这是在替美国分担压力吗 还是美国给他上活的呀 是不是啊 咱今天这个消息啊 老体们 必须得给咱们方方面面的分析 太离谱了 什么事昨天啊 还放话呢 记不记得咱昨天讲 小胡子说的 啊我杀光你们加杀所有人 啊你们必须全给我撤出去 撤完之后我全给你轰炸 中间巴不一来着 北边干北边 南边干南边 对吧 但是老体们啊 内塔突然间 在今天 单方面宣布了啊 加杀作战结束了 咱们问一下 这是真的吗 就咱们小老外姓啊 这是不是真的 很明显不是啊 对不对 因为内塔尼亚湖后面又来了一句 说一旦有新情报 随时继续打 哎 这就像说啥呢 我我先休歇会儿啊 然后呢 我先补点几 是不是啊 完一旦有新情报了 我随时我在打 这么搞笑的 说等我有劲了 我再揍你 那兄弟们 说到这儿老铁就要问了吧 说这啥意思呀 那那塔尼亚湖是不准备就加杀动手了吗 是他明白打不了了 还是说那塔尼亚湖先有别的打算呢 你们有没有这想法 怎么说老铁们啊 就关于这个消息 我看 我看了一下 现在网上好多人都在说 说乙军是真打不动了 他地面部队压根推不进去啊 然后经济这边也卸菜了 年末的时候要倒闭六万家企业 跟不上了 至于把加杀两百多样人全屠杀了 他也没这个胆 所以说那塔尼亚湖 就小湖的在连续轰炸了加杀 干了三天 昨天还干了一大拨呢 说被迫是放弃了对加杀的这个后续行动 听起来是不是有道理 那道理老大呢 然后呢 这些事啊 其实也是事实发生的 但是我跟你们讲 那他这次突然用这么离谱的理由 单方面宣布停止在加杀的行动 还真不是因为乙军不行 钱不够或者没打杀光加杀所有人 而什么呢 加上因为那他最大的目标 目前最大的目标 干出去了 他就想要那个要那个核弹嘛 是不是啊 这个不太耽误呢 直接呢派出去一架侦察机 包括四架战斗机 脑子小油门就干到黑海去了 啊干啥去了呢 他居然想效仿英国 包括美国那样 在黑海上哒哒哒送去情报 然后协助乌军去干俄罗斯 对俄罗斯发起袭击 但是呢 咱就说啊 这美国和英国搞这种事 确实有可能出意外 你个罗马尼亚 你是个啥呀 你能不出意外吗 所以当时在黑海上 和俄罗斯发现不对了 普达蒂当时拍桌子了都 你小小的你 你跟我俩吃牙 你牙掌权了吗 啊就是罗马尼亚是不是啊 之前就是给他脸了 没干明白他 给他机场都炸一次了 这小针不长进行那行了 这次不用给我留手了兄弟们 直接把S500防空导弹 来啊兄弟们给我准备好 哎只要他赶进黑海空域 立马给我干他 结果起落 然后与此同时啊 还有八架战斗机 也直接起飞了 奔着罗马尼亚这个侦察机啊 包括什么战斗机 这个编队就干过去了 而罗马尼亚呢 你说他发现情况不对 你走就完事了嘛 哎不对 他觉得他自己行事 你知道吧 他觉得自己呢 不行了 飘了 啊五五悬悬的 就不走 就在俄罗斯空虑里嘛 老铁马 直接给普达地干几眼了 说得了 啊 我看你这小子也身个怂祸呀 打爆他的侦察机和战斗机 已经没戏了 但是啊 这么放过他 坚决是不可能的 说完之后 普达地直接下令 在炸 就是轰炸乌克兰的同时 直接就和首饰波兰一样 把三架无人机 两枚大导弹 直接干到罗马尼亚境内了 这两枚导弹还行 在罗马尼亚境内溜到了12分钟 掉头去炸了乌克兰 但是兄弟们 三架无人机 那可是有点夸张了 其中有一架 差点就飞到罗马尼亚的首都了 而另外一架呢 直接干到了罗马尼亚的空军基地 并且 啪就给你来了个自爆 就这么一下兄弟们 罗马尼亚当时直接不会了 直接蒙圈了 什么概念 就含着这句话 发生在别人身上 这就是故事 发生你自己身上 叫事故 发生你自己身上 你才长脸 就没打疼你 是吧 但是就在罗马尼亚 还想继续坚持 继续奋斗一下的时候 突然之间传来两个噩耗 朋友们 什么事 第一个事 第一个噩耗 德国出事了 一天之内 两架战斗机 和一架轻型飞机 在德国北边 咔 碎毁了 战斗机还能勉勉强强逃生 而小型飞机里面的三个人 当场干死了 还有第二个噩耗 普大帝直接宣布 要参加龙国在日本家门口 举行的北部联合 2024军演 而这次军演的地点 朋友们 你们听好了 好家伙了 就在日本喊 还有叫恶获 恶获 恶获慈喊 还有是宫古海峡附近 我跟你们说 参加这次联合军演 绝对是普大帝做的 最最最正确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虽然这次军演对咱们来说 朋友们啊 那是相当一次 相当常规的一次军事演习了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现在日本正在北海道 还有南千岛巡岛那边搞事呢 结果现在俄罗斯直接不搭理了 扭头参与咱家这边的演习了 而这次演习呢 虽然面子上是一次维护海洋安全的演习 但是你看看 东方大国俄罗斯派去的军舰 我这个天老爷呀 那实力猛的 不要不要的了 猛到什么程度呢 假使说 这次啊 咱们假如啊 这是个假如 就是演习直接干到实战 我就告诉你 日本那个海上自卫队 分分钟你就炸残了 损失相当之惨重 甚至直接失去一大半的战斗力 啊 当然这只是假如啊 毕竟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嘛 直接出手灭了小本的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但不管怎么样 这么一整 对于欧洲那些刺头国家来说呢 遭了个血样了 就Oh my God 你知道吗 在他们眼睛里面 一旦龙哥这边出手 小本的根本没有回旋之余地 不可能对俄罗斯下手了 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 同意我这个观点 扣破同意 那咱再说回啊 老体们 德国两架战斗机 一架轻型飞机 坠毁这个事 这个事就有点震 这个这个这个震撼了 这次坠机事件发生的巧啊 对不对 前脚德国狂风战斗机 在美国爱德华 爱德华兹吧 那叫 爱德华词 多音字啊 空军基地里面 装那个核弹军演 后脚兄弟们 德国国防部 直接干出去 两架战斗机护航 一个小型战斗机 到机场接了一个贵客 知道吧 然后就这么的 就这么巧 这三个飞机一起坠毁了